主要是希望我们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完全专属的家 然后SMG也努力了五年了 我觉得在东区很开心很荣幸能够一直以来受到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家第一间的旗舰店 台北的旗舰店一定要好好的去规划 好好的把它做成一个很完整的家 其实一个旗舰店它等于是说除了商品之外 也把整个你们对于品牌的概念用装潢把它呈现出来 包括我们在玻璃上可以看到有投影会有很多我们多年来的概念影片 还有里面这些木头的装潢 八百万真的投资很多 你要加油 我在附近曾经开过三家店 都不见了 希望你要加油 也看得出来JJ的决心 以及他这五年来打拼有成 我听说啦 我听说JJ到昨天晚上都还在里面做点工 是不是这样吗 可以说明一下你有看到JJ这么努力的一面吗 来来Bruce JJ一直都蛮尽心尽力的 很投入 他昨天晚上在里面干嘛 插油漆啊 真的假的 那个四大天王你让他插油漆 坚持要插 我可是有专业训练过 真的假的你很会插油漆 其中一项 这有什么好合意的 你说你如果得了金曲奖我就佩服你 插油漆也很炫耀 表示很用心啊 Brandon你有看到JJ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跟那种奋战不懈的精神吗 除了插油漆之外 其实跟他一起工作会有压力 真的喔 因为呢 他开会时间 我们也不会知道 大家一定要知道 会盯着很多事 盯着很多事 士兵共青 很认真很认真 对不对 跟大家团队都要 是是是 JJ会带头冲 所以旁边的人是不能懈怠的 对不对 插油漆 还有什么 你猜有什么 福尔开开车载其他的员工 喔 哇 你还要当司机啊 哇 你看四大天王完全是 就是全心投入 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团队的 一个品牌 对不对 大家要打拼 所以你看 里面的油漆也是JJ漆的 连这个都是他自己焊的 你看了不起 你不要讲 花也是JJ自己擦的 等一下 机车车要过吗